原标题 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士兵们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 往小里说是为了讨口饭吃建功立业 往大里说是为了守土开疆保家卫国 军人永远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类人 不然他们为什么不去找点轻松安全的工作呢 然而在宋朝军人们最怕的不是生死和敌人 而是一样 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就是圣旨 圣旨已倒 催枯拉朽 那你是多大的军方大佬和功劳 一概让你卧倒 俯首听命 稍有不慎 就会让你后悔莫及 追悔忠实 也许是我说的有些过了 但这就是宋朝军人的真实写照 比如说吧 北宋的西军西军和西夏打了一辈子仗 大头兵们从未怕过挡向人 管他什么铁鸟子 不把子 在我神毕宫 床子弩面前 那都是活靶子 展开全文西军 也出了很多优秀的名将 比如狄青 王勺 浙家将 仲家将等 可是 西军永远也别想在边关取得多大的功劳 中北宋一朝 他们都没能将西夏怎么样 南宋不接壤也没机会了 这就是西军最痛苦的地方 有人问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得问我朝廷的圣旨了 打败仗的时候 圣旨来兴师问罪 打圣仗的时候 圣旨来割地求和 行事不利催你进兵 行事大好叫你撤退 不管耐性多好的军人 估计都得被他逼疯 一代代名将 也都被坑死在这一道道的圣旨里面 有时候 他们宁愿杀场战死 兴使流明 至少比窝囊的死去要来得痛快 南宋的中兴军中兴军 就是南宋出岳飞 韩世中 尤其那一批猛人 中兴是针对整个宋代而言的 估计这批军人是有宋以来最强悍的意志 他们硬是扛住了巅峰期的女真骑兵 事实证明 宋军其实并不像他以往表现出来的那样雷弱 只要让他起飞 他可以遥游太空 当然 中兴军在圣旨面前养生不如死 每次打到关键的时候 不是被猪队友坑一把 就是被圣旨腰斩 一次次改变南宋命运的机会 就这样无情的流逝 很多生在这个年代的武将寿命都不长 他们内心受到的伤害何止一万点 这其中受伤最深的 莫过于北宋的狄青 南宋的岳飞的 放在任何一个合适的年代 他们都将建立不是职工 与备或齐驱 在冷兵器时代 他们就是国家的超级武器 定海神针 但偏偏他们就出生在了宋代 也许正是这样的安排 才让他们的遭遇 如此让人刻骨铭心 我记得 在汉代 有一位将军 他用抗争的方式和圣旨作斗争 叫赵伪造圣旨出兵西域 成就大汉伟业 他的名字叫陈汤 也许你不记得他的名字 或者不熟悉他的人生 但你一定 记得他说过的那句话 名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 明天继续本文作者 鼠山笔霞 一个文章会说话的历史作者 专注于不同角度 看历史 探索不一样的春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